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他的概念中 中美贸易协议跟香港人权法律就成为了他手中 到底要这个还是要那个 成为了一种艰难的选择的过程 纽约时报写了一篇评论 我们跟大家分享他 在纽约时报的眼睛里 他为什么去签署了协议 签署了法律 而把中美贸易协议放在了危险之中 川普签署了新法案 中共大为光火 谴责新法律对其国内事务的非法干涉 一周内两次召见驻华大誓言要进行报复 所有的威胁听起来很严重 但都是空洞的 我以为习近平没有任何办法 他本想在短时间内把整个香港压住 没想到川普在感恩节的时候 对神的感恩却促成了香港人在整个士气上 反共的士气上和内在的氛围上 却更加的高涨 我以为是这样 至于说干涉其内部事务 我们早跟大家解释过 这是不存在的 因为美国通过的法律 是美国自己国内的法律 就很简单了 严厉措辞的背后 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的选项来回击美国 所以习近平在过程中出现了完败的场面 基本就是完败的场面 他没有任何可能 有人说 环球时报说禁止那些 禁止那些提出该法案的议员来访问中国 我觉得你都瞎掰 胡锡进太鸡贼了 你要说我跟这个美国总统川普 因为他签字 他不签字就不是法律 签完字才是法律 他是关键人物 禁止川普来中国 你算个男人说了一句人话 那个东西 禁止提出该法案的议员来到中国 他去吗 他想去吗 所以非常愚蠢的概念 他要应对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两国之间越来越精疲力尽的贸易战 甭说他们精疲力尽了 就连新闻媒体都精疲力尽 谁还报什么贸易战 我跟大家解释过 那贸易战没用了已经 没用了 就这样 双方愿意表达这个达成协议的意愿 但却任何东西都没有 可是三周之后 新一轮的关税会增加 应该是12月15号 尽管中共官员对新法律表示不满 但负责中美贸易的发言人 却保持沉默 表明中共未排除达成协议的可能 至少目前让香港的动荡局势 局势发掉 这里的关键问题 习近平没招 没招 他同样不敢拿贸易协议去对垒 他更大的冲击力将来自于中南海内部 中共内部的各利益集团 因为法律制裁的是香港的官员 和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人 当直接会改变香港目前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金融关系 经贸关系 那这些东西涉及到中南海的很多家族的 个人的利益 这是 而这部分人对习近平的那种威胁 远远胜过贸易协议本身 那也就变成了习近平再不敢拿贸易协议本身 再去打赌了 香港已经输了 对不对 那法律签了 你再把贸易协议本身给毁了 他输不起 习近平输不起 他也没能力输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才出现这个场面 北京放出很多风声 但他们承担 承担不起太多的代价 没错 曾瑞生 这是伦敦大学的 西方一些大媒体 纽约时报 BBC很愿意采访他 而表面讲 川普签署的协议 直接反对了中共对香港的统治 有一个说法 香港实际是被英国 美国和中共控制 而英国控制了香港的法律 现在整个香港的司法系统 是英国人留下来 而港币跟美元是联系汇率 所以美国人控制了香港的金融 是港币挂了美元 不是美元挂了港币 那这两样排除之后 所以你看到的中共 是控制了香港的政府 跟执法系统 那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从道理上看呢 那英国人的控制力最差 因为法律这东西 法院这东西 很多人你给他钱能给买掉啊 法官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呢 但金融系统他不敢碰 这是真的 当川普 当美国人去高票数 全票通过香港人权法的时候 也就是在美国的政坛 从议会到政府 已经决定 冒着跟香港切割 有关相互之间 330亿的贸易额的风险 来执行该法律 其实他已经考虑到了 而中共在抗议当中 没有任何新的说法 他也是拿这点钱说话 耿爽 北京可能会采取 反制措施 但什么样的反制 他不知道 法案的本身 让香港同胞在内的 广大中国人民 进一步认清 美国的险恶用心 和霸权本质 他笨蛋笨蛋在这儿 对吧 香港人投票 说你耿爽是高级动物 不是人 以一人一票的方式 把你拒绝了 他是香港人自己的选择 与美国站在一起 人与人站在一起 那他的宣传是什么 他的宣传 那耿爽的宣传 只不过是同样把中国人 把大陆人随意懒 随意去评价 随意懒说了 被问到贸易问题 耿爽说 美国不应该实施该法案 以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 这是很有趣的 星期四商务部 每周的列行新闻发布会上 也没有谈到美国立法 在讨论该法案的时候 耿爽最一开始用词 说不该立法 不应该树立该法律 当参众两院通过之后 耿爽说 美国政府 包括这个川普 不应该签署该法律 不能让他成为法律 不应该的 我们提出强烈的抗议 川普签完之后 耿爽又说 美国政府不该实施该法律 这就是他强烈抗议的手段 他能够使用出来的手段 川普讲说 不希望因为 有关香港的法律 破坏了贸易谈判 他是在非公开场合下 签署法案 现场没有立法者 没有摄影师 什么都没有 所以川普在签署 该法案的时候 是他的选择 在他的签署的过程中 又不愿意在公共环境中 产生巨大影响 也就是他讲 他跟习近平是朋友 然后他提到说 中共当局将香港动荡 视为对自己的实力 和权威的考验 但他有理由 把经济放在首位 我不认为是这样 经济不好 他可以让中国社会倒退 死人 饿死人 都可以 但习近平认为 他有军队可以控制住 但香港不是 香港呢 如果这样的抗争 最终走向胜利的话 他将 他表现出他无能为力的话 他惧怕在整个中国大陆 会展现出 使得他丢去权力的运动 所以经济谈判绝不是首位 那他下面就是大规模的讨论了 有关经济问题 我以为 这个东西对习近平而言 他不惧怕 而纽约时报呢 是左派 他就去访问奥巴马时的 当时的一些人 那在我眼睛里 这东西都没有用了 当川普去签香港法案的时候 他也把贸易谈判放在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 他又何尝不知道签署香港人权法案对贸易谈判本身打击巨大 纽约时报的立场相当亲共的 在我眼睛里相当亲共的 在投票之前 香港股市已经开始回升 香港股市回升是认为 区议会选举 使得整个香港人有机会 香港民众有机会展现他们的力量 来在香港的未来 透过正常的渠道 展现他们的市场 展现他们的力量和稳定香港的局势 所以股票反映出来呢 认为呢是正面的 所以在他最后的评价里 香港的核心问题不可能很快解决 会持续到民间大选 我觉得不是 所有这些讨论都在政治层面 我个人觉得 人们会越来越注意到 天意之说 人们会越来越注意到 被称为信仰的东西 在人的现实的利益环境中 他显现的更加的明确 而习近平中共会更加 亲注在权力的表现 实力的表现 而这一切却遭到了 天意的本身的致命打击 所以这是正好 作为一个人来讲 饿的是亲注在人的肉体同在的 有形的层面 善的是他的生命善良的选择 就像川普签署协议一样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但他最终选择是与中共对垒 这是关键所在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